談起流氓軟件 相信有不少人都對此深惡痛絕 最近我也領教了這流氓軟件的厲害之處 我因為單位的工作任務要求 需要下載一款電腦的辦公軟件 但是因為版本的兼容問題 只能下載版本較低的那款軟件 可是官網早已下架了那個版本 於是我只能在國內比較有名的軟件主頁下載 我對國內那些下載頁面的流氓行徑早有耳聞 所以下載時異常的小心 把所有涉及到會安裝其他軟件的選項都全部關閉 可沒想到的是 即使我是如此的謹慎 軟件安裝後還是出了問題 電腦開始變得非常卡 系統自帶的沙斗軟件開始頻繁報警 電腦桌面不斷有新的軟件被安裝 之後我統計了一下 桌面上一共被強制安裝了 7個其他不同類型的流氓軟件 它們涉及到SOGO輸入法、魯大師、360瀏覽器、 騰訊視頻、手機模擬器、看圖軟件和一個遊戲私服 甚至我的瀏覽器主頁都被強制更改了 期間 沙斗軟件一共爆錯24次 我從歷史記錄中查看到的 為了把這些流氓軟件全部刪除 我重啟了三次電腦 前前後後一共花費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涵蓋了各方面需求的流氓軟件們暗藏在我需要的軟件的內部 它們結成聯盟 肆意佔用我的電腦資源 散自收集我的電腦信息 隱藏安裝頁面 在我明確聚集安裝的情況下 強行裝進了我的電腦 使得我的電腦性能極下 越用越卡 甚至不用國內的沙斗軟件 幾乎拿這些流氓軟件和病毒毫無辦法 這種自己製造病毒到處投毒 再拿早已研製好的解藥去救人來偽裝救世主的行為 讓我恍然大悟 這和危害世間的共產主義何其的相似? 共產黨在正常的社會裏製造混亂 煽動獨立 挑動工人罷工 學生罷課 加重家庭割裂 文化變異 種族歧視 經濟危機 信仰崩塌 使得整個社會混亂到讓你覺得不得不用它的東西 使用它的辦法 詭計 因為正常的社會解決不了它製造出的這些極端複雜的問題 而它上台成功後 第一件事不是來解決問題 你大概什麼立場法的呀? 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讓所有的業績分子消失 所以 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裏 所有共產黨許諾解決的問題絲毫沒有減少 唯獨少了敢於提出問題的人 假酒 假煙 假奶 假雞蛋 假疫苗 假帳 假币 假新聞 這就和這電腦病毒流氓軟體一樣 全都出自於共產主義 戰天鬥地的無神論 讓被洗腦的中國人 丟掉了最珍貴的傳統道德 心智被一切向前看 和過一把癮就死的變異思想所佔據 無所顧忌地攫取私利 使國人忘記了君子愛才 取之有道的真言 郭爾某科技巨頭曾在公開場合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人對隱私問題的態度更加開放 也相對來說沒那麼敏感 如果他們可以用隱私換取安全 便利 或者效率 在很多情況下 他們就願意這麼做 能把侵犯隱私和個人信息的行為說得如此陣陣有詞 其黨文化中毒可謂深矣 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 偷看別人日記都被認為是一種非常可恥的行為 而今天卻變得如此開放 不怪說 流氓軟體會在中國大陸大行其道 因為在這些網絡巨頭的眼中 這只是一種正常等價的交換 其實何止是這些網絡巨頭 真正侵犯中國人隱私的罪魁禍首 根源就是中共 如果沒有中共利用這些科技公司對中國人的監控 這些網絡巨頭又怎麼會如此的肆無忌憚 有肆無恐 中共利用一切的現代化的設備 視頻監控 公共交通 銀行轉帳的記錄 賓館入住信息 網絡發言 手機的監聽和實時上傳數據的各類APP等等等等 給中國人民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監控網 使得中國人都成為中共的龍中鳥 網中魚 就像《九評共產黨》中 闡明共產黨的九大基因 邪 騙 刪 鬥 搶 匹 劍 滅 控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 恐懼型的高壓控制 最近出現了一個中國的19歲青年 因質疑中印衝突的網絡發言 而被中共跨國抓捕的新聞 足以證明 中共對言論控制已不滿足於中國國內 而是將其觸角伸向了全世界 中共的這股邪禁 使得每一位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都活在無形的恐懼之中 但是善良的法輪功學員 不顧中共瘋狂的迫害 在邪惡滿部的網絡中 從不間斷地講述著真相 傳遞著福音 歷史總歸要過去 《九評共產黨》發表以來 三億七千萬名真相的勇士 退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全世界更是掀起了去共大潮 中共也必將在其犯下的滔天罪惡中以覆滅收場 希望所有可貴的中國人 都能像卸載流氓軟件一樣 退出中共邪黨組織 抵制黨文化的腐蝕 還內心以安寧 保未來以平安